如果你在北海盜住宿的時候 有看到一款風箱膠帶 你知道它的用途是什麼嗎 讓我來跟大家說 這個風箱膠帶的正確使用方法是什麼 沒錯 就像你現在看到的 它是拿來對付臭蟲的 臭蟲被打爆會發出很臭的味道 所以你要用膠帶輕輕地把它黏起來 然後密閉再丟到垃圾頭 臭蟲被打爆到底是什麼味道 香菜 就是香菜超像 遊客看到房間裡有風箱膠帶 會不會被拿來打爆戰利品 今天來教大家怎麼製作補銀罐 夏天到了家裡一定會有很多蚊蟲有的沒的 來我們來告訴你該怎麼做吧 首先我們加入20CC左右的沙拉脫 那啤酒的部分大概加30CC左右 我們就加入20CC的清水 水不用太多不然會影響效果喔 再來把平生的水珠都擦乾 一定要擦乾喔 不然會影響保鮮膜的密合度 再來就要封上我們的保鮮膜啦 封保鮮膜的時候一定要拉緊 讓它有一個緊繃的表面 不然蚊蟲飛進去的話 是會飛得出來的 那你們看一下貼完之後會呈現什麼樣子 療癒的時刻到了 尖銳的東西在上面戳幾個洞 記得洞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 太大的話蟲蟲會飛出來 那太小的話蚊子什麼又飛不進去喔 洞洞出完就大功告成啦 等等你們看 蟲蟲飛進來啦 所以前面有特別要告訴你們說 都不能太大或太小 每次停紅綠燈的時候 會看到一間不太細野燈店 我很好奇想要一探究竟 老闆問我要喝什麼 是超茶還是什麼 但我還是有點搞不太清楚狀況 這間店到底是在做什麼的 直到我注意到旁邊的 草 原來這些藥草都是阿嬤自己種的 曬乾之後煮成茶 我認住了 回頭忘了一眼冰箱 所以這些飲料 全部都是阿嬤自己做的嗎 我才發現阿嬤原來是發明家 她試了好多組合 才找到合適的配方 每天六點起來割藥草賣茶 十點回來賣飲料 每天都樂此不平 我很喜歡喝天然的味道 沒有化學添加物 但我想打動我的可能還是 阿嬤對事情的熱情吧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